大家好,我是劉愛貞 相信大家看到這條片的時候 代表我已經入獄 我相信這次並不是一次單一的事件 既不是開始,也不是結束 看著近年來,很多人早一因為政治事件入獄 可能大家會覺得好氣餒 在想為何要堅持下去 但我想說的是 終點並不會一朝一夕到達 有很多人仍然默默地為這個地方付出 在自己崗位上努力 所以我很希望大家在接下來的抗爭和運動中 可以加入他們,支援他們 甚至在一些地區組織的行常街站 都可以嘗試去幫助他們 又或者再簡單一點 跟自己的家人、朋友 講一下近年的政治事件 去慢慢影響他們 慢慢去擴闊人和資源的網絡 令自己強大起力 對於我來說 今次的入獄既然不能避免 就只能夠當它是一個磨煉 希望自己不會停滯不前 希望我出來的時候 可以令自己更加強大 可以趕到大家的步伐 好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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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好嗎 感谢观看